哦 我是调查小组的一名床员 专门调查一些诡异的事件 但是今天 川上给了我一个不寻常的任务 他让我去磕套工厂偷取一种药物 不必担心 这家厂子早已倒闭 里面只有一个药物样本 好的好的 没有问题 走吧 走吧走吧 直接潜入工厂 吓死我了 这是个小鹦鹉 哪儿 哎呦 小猫你不要吓我 你能被这个玩意儿吓到 刚才走着走着 正黑布隆布的 他在走 吓我一跳 传说去 小猫被一只鸡吓到了 不说那是鹦鹉 那是鸡 咕咕鸡 等会儿呢 这就是大门啊 但是大门闭着 进不去 我们要从旁边找一个银币的入口进去 没错就是这里 进来了进来了 没有人发现吧 我等阿里了吗 来来来 钻狗洞 我们先走着吧 很快他就过来了 这边的大门都是关闭的 找一下有没有地方能进去啊 这里边风好大 有点冷啊 这边有个房间 哦有个老鼠 找到了一个牙火鸡 老师我开走了 开走吧 带着我 看一下蚊子啊 药物研发出来后 越来越多的人来我们公司任职 真让人想不通 他们难道不知道 这药物是一抗后面的都被撕掉了 走吧 这屋子里没有别的了 走吧 去另一边看看 要是能找到火源点燃这些干草 就可以进去了 正巧我刚才捡到了一个打火机 可以把它点燃 点燃之后就可以进去了呢 帮忙阿里 等等 等等阿里 走吧 能不能有爱一点什么 阿里打头认 你 常常拿着 还大丈夫 让我们两个 女孩子 躺在前面 上面那个窗户没有封锁 我们从这窗户上进 但是这个得需要爬上去 看能不能爬上去 需要东西把它勾下来 我们去找个东西把它勾下来吧 桃子你好 坐坐 正巧这里有一个铁钩呢 你好 坐坐 用这个铁钩把它勾下来 好了 你们两个先上 这个妇女儿童优先啊 桃子那小梦家哪个 他家妇女还是家儿童 他家老人 外科先走 这爬上来 走走走 什么声音 进到了一个房间里 终于进来了 这有个梵高的画柱 没有什么卵用 我们有个柜子 小梦 没上 什么你上啊 那个桃子还搭带过 要显得应用一点好不好 让我上 让我上 待会你们上啊 不好被监控拍到了 赶快藏起来 不藏起来会怎么样 给你丢啊 这里边也没人啊 可以走可以走 过来吧过来吧 好像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 这里边 这里边有个纸条 果然为了安全起见 老板还是对外宣称公司破产倒闭了 但其实还在背后偷偷研究 什么情况 也就是说这公司里面现在还有人呗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潜入进来 其实已则被人知道了呗 这么吓人的吗 这边有两个门啊 这个门上有一个钥匙 又拿了 有一张纸条 请相信我的话 不管你是谁 快快逃命吧 不要再进入这栋大楼内部了 前几天 我亲眼在图书室看见了 他意思是不要让我们进去了 图书室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走吧 这个地方是个水势 前靠近的人不要按下这个开关 小猫你按一下试试 说了不话吗 你都不听话 已经到尽头了 这里一定有别的通道 这边 这边 这边有一条秘密通道呢 你看地上 他刚才被一个人那个啥了 然后躺在地上 然后刚才那个人还趴在这个铁丝网上看我 说了他会抓到我了